Leyo聊四季,天天動心 大家好,我是Leyo 今天來看義大利人對上維基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長身之處 這場比賽是Dark遇上了Reviper 我就是頂尖的...也不是職業玩家 就是頂尖選手 接下來看一下紅色選到的是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最大的特色是火氣單位很便宜 而且生死帶死還有折克 整體玩起來,義大利人還是比較偏工並文明的 因為他有這個勒納奴手 義大利人除此之外,也有大洛馬 還有這個...傭兵可以做使用 後期有大衝車、火炮火槍、應有盡有 所以義大利人嚴格上來說 也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打起來是非常舒服 唯一的缺點就是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用起來會比較有點尷尬 那在於海戰融幕地圖來說 他還有漁船的減免 那一般地圖來說的話 他就只有時代上的減免 稍微有點...沒有辦法...雪球滾得這麼快 接下來介紹一下維京人 維京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有免費的輪走技術 跟手推測 省下的研發時間跟資源 可以讓他爆更快的經濟出來 所以維京人也是四季地國裡面 這個雪球經濟滾雪球裡面最快的文明 所以我以前呢 剛玩四季地國的時候 最喜歡玩的文明 就是維京人 因為經濟爆得很快 通常可以用大量的經濟去壓死對手 那維京人呢 有這個血量優勢的步兵單位 還有這個維京狂戰士 還有這個十一弓的強弩可以做使用 後續是有大衝車 但是投資車稍微弱了一點 而且沒有火炮 所以維京人呢 通常會被有火炮的文明給克制住 所以這場對決來說 維京人是稍微偏弱勢一點的一個情況 那以經濟增長來說的話 維京人又有優勢 所以呢 只要不拖到非常大後期的話 維京應該都是比較在中前期 會有優勢一點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長生之初會怎麼打 那長生之初這張地圖 開局的話是有牧場的關係 所以大家前期會比較偏向於 打這個開農路線 那當然也會有人把這張地圖 打這個塔公公 工兵配劍塔的一個策略 那這場比賽 看起來兩邊都不會有這種 工兵特化 或者是這個劍塔特化的文明 像什麼波蘭或朝鮮 調盾之類的文明 打這個塔公 特別具有優勢的文明 所以應該是不會出現這種戰術 雖然我是有看過 維京人有打塔公公 那根據我對MIPER的了解 他是跟我一樣 喜歡這種開農型的玩家 前面不太喜歡搞事 所以維京這邊會不會打塔公公 應該是會打了 直接規轉跟塔公 維京為什麼可以打塔公公 是因為他有輪軸技術跟手推測 我們剛剛有講過 如果封建時代拖得越久 對維京人就有力 因為他有免費輪軸技術的關係 經濟效率其實很不錯 然後在黑暗時代就開始挖石頭 十之八九就是要來打這個塔公了 那這個邏輯呢 其實維京人除此之外 波士也可以這樣搞 我們之前可以看到 Michael在職業賽事中 也使用了波士 前置塔公公的一個戰術 使用效果打起來是非常卓越 那一般的職業玩家 沒有遇到這招的時候 通常會被打的一個措手不及 所以大家以後如果在田廳運到 維京或是波士的話 除了要防止波士的TC爆之外 然後嚴防這個塔公公的戰略 尤其是對這種經濟增長特別強大的文明 波士或維京 只要前面的時代拖得越久 經濟增長就越誇張的文明 就要特別小心了 好 那維京這邊是挖石頭 但沒有出發 這一次補下兵工場跟士吉 誒 一人挖石 結果沒有打塔公公 那你上次viper打維京塔公公 也是很久之前的事情 那他這把並沒有這樣做 意大利人這邊是打出了一技農一技末 然後順利點下了城堡 時代正常的職程流程 他這邊也是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這張地圖其實可以當機器場打 可以去下馬舟 然後去補一個士吉這樣子 然後這邊可以開始按肉碼去 控一下這個聖物的位置 那這邊義大利是這樣打 沒錯 可以兵工場配馬舟 那這邊士頭就可以開始按了 然後待會先去控一下聖物的位置 待會一升到城堡時代 先補一個修道院 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可以補這個位置 稍微比較好守下主經的位置 viper這邊升到城堡時代會怎麼擋呢 我覺得3TC開農應該是比較適合viper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3TC開農 這個時候就很驚訝我手推車 每一隻村民出來都自備車 就想像每一隻村民都有這個特斯拉 這種感覺就差不多了 每一個村民的工作效率都極好 而且都極有錢的 維基人的手裡 每一個村民都有特斯拉 不知道大家對特斯拉的感想如何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好 意大利人這邊是下了二級伐木 跟這個耕種技術 準備要來提一個跑速 來提升一下刺口的移動速 想要來追上維基人了 維基人3TC開農之後 這邊會不會轉修道院 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如果維基人這邊前騎 就開始用騎士前壓的話 可能就會轉修道院 這個情況下3TC先要穩定起來 待會肉穩定之後 才有可能去轉這個馬舟 跟這個修道院出來 更有可能是 直接3TC表現上去 然後挖石頭 然後前壓寶 或是直接壓寶在家裡 然後挖 轉出這個維基狂戰士 然後繼續挖石頭 然後速生帝王 前壓策略 其實也是可以讓維基人 打出一些優勢來的 這個叫做 递出前壓寶 然後轉狂戰士 巨頭 然後後面再轉衝車 或者是轉強弩 都可以考慮的 那現在目前還看不出來 Viper有什麼想法 目前看到對手Dark 是在石頭旁邊 開下第三個城市中心 現在生物簡直很開心 看到Viper這邊是3TC 開農氣生物的一個配置流程 所以並沒有太大的想法 自己要趕快開TC 趕快把這個經濟給趕起來 那我們這邊用兩倍數來看一下 因為開農時期沒有什麼 太特別需要注意的事情 黑暗是在挖石頭 這個策略是有什麼想法嗎 Viper突然就在挖石頭 但沒有太多人在挖 所以這個黑暗挖石頭 感覺沒有太必要 難道這個是陽攻戰術嗎 讓Dark這邊以為對方Viper是要來打塔攻 結果是打一個正常的3TC開農 有沒有這樣可能 這個不得而知 Viper的戰士開始出現了一點變化 好,這邊補下一個修道院 這邊要稍微防下對方的騎士嗎 唉唷 MIPA這邊果然是打一個3TC速帝王 3TC速帝王 然後蓋寶嗎 這裡要先蓋跟寶在這裡防守嗎 唉唷,結果不蓋寶 選擇了直上射箭場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更變化式 強弩的話 這時候升級的話 肯定是來不及升上去 這裡還有點弓兵數量什麼的 所以D出這個爆發時間 並不像暗城堡出圍巾狂戰士 這麼有壓制力 對我來說 算是一個很少墊的戰術 我現在RP至少也看了超過1萬場以上 所以可能沒有1萬場 少說大概5、6千 我自己踢了可能有1萬場 那我們頻道影片也來到了破千片了 實際看了 大概每天都要看個10片左右 10個RP左右 所以應該上萬步 應該是跑不掉 好,那圍巾這邊上去之後 看到這邊都是上了大10牆 義大利這邊的決定非常正確 自己3TC農上去 而且轉了4TC 這邊是需要更多時間去爭取的 好,但是viper這邊是點下了中頭 圍巾直升中頭 這邊是要開路過去給Duck一個Supplies嗎 有點像齁 那果然齁 這邊viper這樣打 勢必讓他的強弩是很難升上去的 因為經濟來說一定會很缺喔 你一定要點那個三級色化學 彈道學這些Wave 所以經濟來說 不太可能可以一上地龍時代 就可以點出強弩 當然買賣一下 還是有可能 但是以這個升級速度跟量產 攻擊速度來看的話 你要升到強弩 還是要升到地龍時代 大概3分鐘之後或4分鐘之後 才會有強弩出現 通常不會升那麼快 這邊來個viper 打Duck一個措手不止疑 那義大利這裡的目標算是4TC開農 村民速度跟圍巾的持平 但圍巾這邊經濟非常好 村民速甚至跟4TC的義大利人 是一模一樣的 但現在圍巾還多贏個手推車喔 這就是圍巾經濟很強的地方 但有一些玩家可能對實機力不熟 可能那種圍巾的免費的手推車輪走 並不是最強的 但以講實在的 圍巾這個手推車跟輪走 經濟真的是好 好到一個很誇張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經濟狀況 現在經濟狀況已經已經要派到4000支援 4000這意味著什麼 可以升4次帝王時代的概念 等了兩次了 18001800 一大利人這邊升到地龍時代 馬上轉出了火炮 有火炮的話 暫時應該可以壓住圍巾的強奴跟頭死車 這裡有少量過嘛 這邊偷打村民 帶這邊出來的強奴 要解掉這邊的獅猴了 來吧這邊可能會鬼轉一波轉龍 可能會補下第4個TC 哈雪還沒有補 還是要轉個3級農3級木 打一個大後期呢 我已經後期也很厲害的地方是 他有3級農3級木 所以後期經濟的話也可以稍微補增一點點 不會到說只有這個輪走手推車 這一些的經濟加成的優勢而已 但到了像什麼大後期啊 遇到斯阿富阿波蘭 或者是什麼 瑪莉阿 這種資源可以挖得更久 或是阿 不是阿字喔 這個瑪雅之類的 可能危機人到後期喔 經濟上就會落後了 但是我們這個遊戲喔 是節奏遊戲喔 所以你不能單看這個後期的一個運作狀況 其實危機人的節奏 只要打好打滿 經濟是非常誇張的 好 危機人這邊開始慢慢往前 帶著火炮來 你要怎麼預判呢 先往後開炮嗎 還是要往前 這邊強弩往前 讓頭側有後側的機會 好 最後用戰毛兵打掉所有的強弩 好 不是強弩 前面所有的強弩 危機人這邊是補下了東城工程師 增加一下頭死射程 但是變成8加1 9點的射程 好 這邊看到危機是開始慢慢的開路 viper在上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下方這邊石牆位置也是開出了一條路過去 但過去面裡的東西就只有城堡 這邊大可防守做的還不錯 火炮這邊預判應該可以成功 成功換掉了頭死車 好 有火炮在的關係 危機現在會打的比較偏被動一點 即使出了大衝車 也會被這個火炮給預判 所以危機人現在要想辦法去解決這裡的火炮 那危機這邊可以用的東西 就是出肉馬或重裝騎士 或是危機皇但是都可以 因為這類單位移動速度都比較快 危機皇但是也是 所以危機這邊現在有兩個方法 去解這個火炮 當然用中頭去解也是可以 但是非常龐大 而且還是往前推進 在推進的過程中 勢必會被火炮換掉幾台頭死車 所以不管怎麼說 危機人只單靠工程器 要解掉這一坨火炮的話 是非常困難的 那如果要打肉馬的話 或重裝騎士 這邊經濟要非常好 甚至要趕快展出騎兵科技 還有馬舊農田 都要趕快一直灑財事 打MIPER這邊 並沒有補下第四個城市中心 反而是很積極的 去想要去突破對方的防守破洞 但這邊 DUK這邊防守是非常好 沒有太大的防守問題在 所以現在反而有點劣勢的是 維京這邊 那義大利這邊是可能會開始提防 對方可能會轉馬 那目前轉出了幾隻熱娜 弩手 也轉出了工兵強弩囉 那由於現在不知道 對方是賣什麼 土裡是賣什麼藥 所以現在義大利人 先走一個標準式的 升完強弩之後 開始轉步兵 這個傭兵 這邊傭兵是可以稍微阻擋 對方的狂戰士 跟對方的戰毛兵 實際上 這邊的傭兵出來 並不是要去 阻止對方的弱馬 之類的 所以GP 畢竟傭兵是追不太到的 但傭兵的移動速度 是可以跟 維京狂戰士比 甚至可能比 維京狂戰士還要快 右邊戰毛兵 直接複打 給傭兵再拿 看一下 在這裡 傭兵的跑速是1.20 所以基本上是可以追到 狂戰士 如果義大利人這邊打馬的話 又很容易被維京 狂戰士的球長科技 抵押自助 打這個騎兵友 都會增上效果 麥克這邊決定要從上方進攻 因為上方有兩塊礦區 他會覺得自己有機會可以掌握住 還有後面經濟開始撒農田了 這邊要轉戰步兵單位 所以農田要再多一點 但打步兵的話 其實農田數也大概六十幾片田 不需要到七八十片田 現在買盤的黃金是完全歸零的 沒有人在挖黃金 黃金歸零是沒有看到這裡有金礦嗎 還是他這邊是想要先趕快靠買賣一波 把這個肉撐起來 把這個肉再賣掉 價格好的時候 這個價格高的時候趕快賣 然後低價的時候再買進 有沒有這個想法 第一買高賣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麥克賣了一千木頭換到六百六十五黃金 麥克的想法跟我想的差不多 現在他是正在爭取時間 趕快去賣出這個高價的一般資產 然後去換取大量黃金回來 所以這邊資源上來說 維京還是優先的 但他沒有太多的把這個資源 放在戰爭上 反正是放在經濟上 先去換一些黃金之外 待會也可以轉出更多的中頭 或是更多的維京狂戰士 強奴巨頭 進行反制 那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衝車 大型衝車 那維京有搭衝車 但是我們剛剛說的 火炮是可以壓制衝車的 只要這個路徑能掌握好的話 火炮還是可以預判成功 衝車這個路徑順便秒殺的 這邊轉了一些大洛瑪 意大利人轉出大洛瑪來反擊戰毛兵 效果應該是不錯的 而且有這個正常的三級馬派 三級攻 坎村民只要四刀 所以維京人的大洛瑪也是蠻好用的 維京人在這邊補下了維京狂戰士 還有三級的工兵鎧 負面科技跟近戰攻擊力也全部點滿了 只剩下奇名科技還沒有點 好 意大利在這邊補下更多肉麻 看到上方有非常多的兵力 這時候MIPER又賣出了1000的食物 換取了483的黃金 MIPER這邊打一個資源買賣細節 大家可以去試著學習一下 世界冠軍的思維 打這個遊戲不單純只是RTS 還有這個經濟買賣的概念在裡面 維京人的經濟優勢是非常巨大的 那如果再去擴張下去 我們就是要靠這個買賣 但是一般玩家不會去想到 用維京人去挖這個基本資源 木頭跟食物拿去大量買賣 然後盡量不進攻 然後給對方壓力就行了 那這個想法確實可以 但是意大利人這邊還有優勢在 他的聖物是比較多的 是聖物的優勢在 所以維京人這邊要爭取更多的黃金 差有跟意大利人打後期的機會 這邊維京是轉出了五台衝車 維京狂戰士的數量來到了非常多 二十幾隻喔 但維京狂戰士有個缺點 就是量產速度並不是很快 而且還需要城堡量產 我像劍兵勇士還有這個多一個 軟甲技術 抗箭矢 但維京狂戰士跑得比較快 這邊追到火炮 可以追到一台嗎 差一刀 沒有機會 六台全部火了下來 火炮這回頭打了一發 但是沒有打到這個衝車 衝車回頭要把他打一發 那還是要直接靠落 這邊火炮第一時間攻擊師 後方巨型頭C 待會這波攻勢 看起來是被擋了下來 維京人這邊進攻 繼續使用強弩加上維京狂戰士 維京狂戰士幫也讓強弩來到了11點傷害 右邊的進攻也是有在繼續 但這邊只帶來衝車跟少量的狂戰士 這裡光用村民就快要擋下這裡的攻擊 蛋白粉下面也在進發當中 但是三方進攻 少量兵少量兵 慢慢組成進攻的波紋 唉唷 這邊想要預判衝車的入境 但是被Bipe看到往後拉了一下 但是第二發沒有辦法可以擋到 直接被強弩要射倒了 火炮趕快再來預判這裡 可以嗎 可以嗎 有要預判的意思嗎 這裡有火炮 這個衝車吸了很多強弩的傷害 後方的巨型頭C還在攻城 上方的衝車被解乾淨了 這邊弱馬甚至可以入侵到Bipe的家裡 這邊強弩繼續往前點 衝車要衝到巨型頭C機了嗎 但火炮點個一發殘血收掉 Bipe這邊是看起來難進攻了 這時候義大利擁有大弱馬 開始用弱馬去騷擾Bipe的家裡 Bipe這邊可能要圍一下 盡可能把弱馬圍在這個城牆裡面 看起來這個牆要難補了 太多洞 這裡直接使用維京狂戰士去硬頂對方的大弱馬 頂到頭部血流 還是得頂 但還好現在大弱馬沒有三攻的加成 打起來並不是那麼痛 維京狂戰士甚至能扛得住傷害 但這一頭強弩就不好說了 這個強弩還有拇指環的射速 維京的工兵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拇指環 所以跟義大利人對射的話 很有可能會有射速的狀況出現 這邊巨型投射機慢慢架了起來 我接近狂戰士這邊繼續往前貼貼 能夠貼掉剩下的大弱馬嗎 好像有點困難 這邊巨型投射機還是被打掉了 果然守不住啊 狂戰士最後還是把大弱馬給收掉了 好 減個200斤還能接受 但這邊有強弩打狂戰士 其實速度很快 而且後面還有城堡 但這邊強弩好像有點太近了 狂戰士扛著劍持一直往前 收掉了幾隻強弩 雖然有點太少 打得不是非常的好 好 上方這裡有更多的 維京狂戰士又溜了進來 維京狂戰士在這邊很麻煩 攻擊力跟遊俠一模一樣 打村民只要三刀 好 後面大弱馬 終於把後面巨型投射機給截掉 這裡一棟城堡順利守住 還會有在上方繼續進攻 正面的話這裡有存了一些兵 下面這邊也開始存了一些 戰毛兵過來 想要來反制一下強弩 這裡可能繼續補巨型投射機嗎 但補的是衝車咯 而不是巨型投射機 中間的位置也補了一些衝車 跟維京狂戰士 又要來一次三方進攻了 好 但正面的話 這次是來了非常多的強弩 有34隻 現在義大利人還有6台火炮 在家裡做防守 所以暫時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左邊這裡有一坨大弱馬往後衝過來 麥可要怎麼防守呢 現在弱馬上有移動速度的優勢 麥可賣了1500 換了343塊黃金 好 這一坨強弩要按一台中頭來解嗎 暫時用了戰毛兵 壓了回去 但戰毛兵應該是沒有辦法撐太久 稍微減少一些強弩的數量 但也是賺喔 畢竟這個戰毛兵不用紅金 這邊肉馬把種田村民給逼走 黃戰士在頸追在後 追的有點辛苦喔 好 正面的部分 戰毛兵也來打掉一些強弩 白粉在正面補了一些戰毛兵 開始把強弩的進發入境給擋住了 後方的大弱馬直接撞到了城堡 黃戰士也趕快緊追在後 黃戰士也趕快緊追在後 黃手下的村民被追趕的問題 正面義大利開始突破白粉的防線 白粉在上方不繼續進攻嗎 但白粉似乎意識到了什麼 你既然全力進攻五家 那麼我也來進攻你家 來進行一個超級大換家 正面稍微夾住 用城堡中心防守 後面肉馬問題解完 讓黃戰士再次回到前線 這邊戰毛兵往前遇到大弱馬 後面黃戰士過來解圍一下 但是這裡要準備發車了 這裡有總共7台衝車 有五台車有載乘客 這裡應該是休旅車喔 哇 這邊直接衝撞到火炮 這個火炮沒有空 好 直接撞上來 VIPER撞到了 這四台火炮很關鍵 如果火炮都被換光的話 義大利人還能防守嗎 哇 這邊暫時解不掉這些衝車 這些衝車上面有乘客的關係 所以車子跑得比平常還快啊 哇 投死車 有機會嗎 趕快往後拉 後面衝車繼續抵 看來這個城堡是守不住的 衝車解城堡速速很快 後面大弱馬趕快往過來 左邊包一下 能不能包到後面戰毛兵呢 這後面的危機狂態室 開始往上貼貼 好 往前打 趕快加速開打 好 繼續往前 來 繼續往前 順利 靠掉 好 現在大弱馬繼續往前推進 戰毛兵 這裡 沒有事可以做了 想多往後撤 所以我已經狂態室衝得非常漂亮 右側也開始有大衝車衝進來 下方這裡也是 現在大衝車四方 四面八方頂了過來 黑大利現在在家裡四處著火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村民宿只剩下69村 迴擊狂戰士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這一波應該是賺了滿多黃金的 所以你只要用迴擊狂戰士 沒擊殺一隻村民 都會獲得五塊黃金 完全符合迴擊人搶劫的特性 完蛋了完蛋了 Riper用迴擊 再一次展現出了他的迴擊魂嗎 真正的迴擊人的後代 Riper 開始展現出了迴擊魂 大量衝刺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是往前開砍 能多砍一隻村民 我就多賺一點錢 黃金一直在真正的往上跳 現在義大利人村民數字越來越少 但就意味著 VIPER能賺到黃金也越來越少 村民越少 結果沒有辦法賺到的 黃金就越少 OK VIPER這邊是 應該是穩了 沒想到義大利 真的是輸在了那個火炮沒有控好 火炮一直有控好的情況下 VIPER其實是不好進攻的 這裡又拉回來 左邊這邊進攻 強奴最後一趴 後面有戰毛兵 剩下了十二隻 數量越來越少 正面大量的狂戰士 開始對洛瑪一陣爆砍 強奴數量又補到了一些 後面數量來到三四隻 戰毛兵數量只有十隻而已 但還是要稍微解一下 戰毛兵 OK 強奴 強奴解狂戰士 但解不太乾淨 上方的大衝車還在繼續輸出 下方這裡有再繼續補嗎 後面竟沒有城堡囉 這邊只剩下少量的狂戰士 戰毛兵數量只剩下十隻左右 這邊衝車沒有再繼續往前嗎 有 這裡有台衝車 但後面火炮也按了一台出來 巨型投石機 開始攻城 這裡圍巾狂戰士 一定要收好這台巨型投石機 趕快回來防守 這邊大洛瑪要直接撞了上去 也不管沒有空 就是要A A不到就算了 直接被解光 大洛瑪完全擋不住 圍巾狂戰士的傷害 下方強奴少量的數量 已經解了51隻狂戰士 但是突然打出了拒絕 VIPER最後 用了219隻的圍巾狂戰士 拿下這場比賽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 圍巾人贏了 哇靠 整整2萬支援 這邊更多的是 VIPER這邊是打進去 大家可還在努力抵抗的關係 所以這個經濟差距才會差這麼遠 正常來說差距1萬的分數 1萬的經濟就差距很多了 那圍巾人呢 難得要打贏對方的火氣文明的話 VIPER這一套打法 確實漂亮 讓自己的大衝車 上了危機狂戰士的車 下車之後 再對火炮一陣暴打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